克拉克太太的故事 凯珊·戴娜失踪的前一天晚上 剪掉了睫毛 就像做功课一样简单 凯珊·戴娜·克拉克从她的皮包里 拿出一把小剪刀 一把落缸的小指甲剪 俯身贴近浴室洗脸槽上方的那面大镜子 看着自己的影子 她的两眼半壁 嘴巴像她在上睫毛膏时那样张开着 就这样 谢谢享用 凯珊·戴娜把一只手 沉在浴室的柜子上 用剪刀去剪 一根根黑色的长睫毛飘落 在被冲进排水管里 她甚至 不看她母亲在镜子中就站在她身后的印象 那天晚上 克拉克太太听到她溜下了床 当时天还很黑 在那个外面街上没有来往车辆的一个钟点里 她光着身子走进客厅里 也没开灯 听到那张旧沙发里弹簧发出的声音 翘里吗 都没声音的 有细细素素找东西的声音 还有 咔哒 打火机的声音 然后是一声叹息 一阵香烟的烟雾 太阳升起之后 卡珊·戴娜还在那里 赤裸着身体坐在沙发上 这个我就不演了 外面车来车往 却连窗帘也没拉上 给我来一打这样的邻居 她两手两脚 在寒冷的空气中紧缩在身边 一只手里夹了根香烟 已经烧到了绿嘴 她身边的沙发垫子上全是烟灰 她醒着 两眼望着空白的电视荧光屏 也许是她自己的影子 赤裸裸地映照在黑色的玻璃上 她的头发看起来很邋遢 因为没有梳理而纠结在一起 两天前所插的口红 对 她还拿着根香烟对吧 两天前所插的口红 人抹在一边脸颊上 算了 我就不演了 眼影勾勒出两眼四周的皱纹 睫毛不见了 一双绿色的眼睛看起来很茫然 因为你始终看不到她眨眼 她妈妈说 你又梦到了吗 克拉克太太问道 你要不要吃法国吐司 克拉克太太打开暖气 把卡太太太的玉袍 从浴室门后的挂 勾上取了下来 不演了 不演了 我就不剪剪毛了 你们这些混蛋 挖白皮 卡山太娜 在冷冷的阳光中 紧抱着自己 两膝靠在一起坐着 她的 她这个描述那么直白的吗 就RF 她的小兔子 被两臂拖了起来 她的小 她的被 被两臂拖了起来 两边大腿上 都撒着灰色的片片烟灰 也有灰色的烟灰 落在 她的 真的 这个故事 要不要描述得那么清楚啊 就 灰色烟灰 她赤裸的嘛 也就是说 她在那边坐了一晚上 拿着根烟 烟灰到处掉 还掉在了她的那个 就是某部分毛上 这个形状的毛上 懂了吧 她两脚的肌肉 在皮肤下抽动 两只脚并排 放在擦得很亮的 木头地板上 是她身体里 是她身体上唯一不像雕像那样静止的部分 柯拉克大大说 你还 记得些什么吗 她妈妈说 你原先穿着你的新褐色礼服 她说 那件超短的 格拉克大大走过去 把玉袍披在她女儿身上 在脖子附近围紧了 她说 事情发生在那个书廊里 就在古董店对面 谢谢小白酒 卡莎丹娜两眼始终望着自己黑黑的影子 映照在没有打开的电视上 她没有眨眼 而玉袍滑了下来 又让她的 又让她的两个小兔子放入在海岸中 小兔子放入 放入在海岸中 她妈妈说 她在看什么 我不知道 卡莎丹娜说 我不能说 我去把我的笔记本拿来 柯拉克大大对她说 我想我把这事弄清楚了 等她从睡房回来 一手拿着那个厚厚的咖啡色资料夹 卷宗 卷宗夹打开着 让她可以用另一只手 翻着笔记 她私下看着客厅里 卡莎丹娜不见了 卡莎丹娜不见了 在那时候 柯拉克大太正说着 那个 噩梦之霞的作用是 前面 可是卡莎丹娜也不在厨房或浴室 卡莎丹娜也不在地下室 谢谢脑海 他们的屋子就这几间房 她也不在后院或者楼梯上 她的浴袍扔在沙发上 她的皮包 鞋子和外套 一件也没有小 她的箱子还在她床上 收拾了一半 只有卡莎丹娜不见了 起先卡莎丹娜说 那不算什么 根据笔记 那是画廊开幕 在柯拉克大太的笔记里写着 不定时的计时器 噩梦丹娜的故事 每篇都是开头完全听不懂 要听到后面才知道 笔记上写着 那个男人上吊自杀 事情开始于所有画廊 都有新展开幕的那一页 城里挤慢了人 每人都爱穿着在办公室 或学校里穿的衣服 手牵着手 中产阶级的年轻夫妇 穿着黑色的衣服 看不出由计程车座位上 沾来的灰尘 带了他们不会带去 地下铁的好珠宝首饰 他们的牙齿 斑白 好像除了用来微笑之外 从没有把牙齿用在别的地方 大家都在彼此看着大家 在欣赏画作 然后在彼此看着大家吃晚饭 这些全都记录在 克拉克太太的笔记里 卡珊泰娜那天穿着 她新买的黑色礼服 超短的那件 那天晚上她要了一杯 装在高脚杯里的白酒 只是拿在手里 她不敢举杯 因为她的礼服没有肩带 所以她让两臂垂落两侧 把两肘夹紧 这样能鼓励她胸前的某些肌肉 哎呦我知道了 就这个姿势 就会让胸前的某些肌肉 显得非常的壮硕的姿势 也就是她在学校打篮球时 新发现的那些肌肉 能把她的胸部 顶得高得好像从 好像就是你知道 就是那个勾就从下巴 下巴开始就被大哥砍了 那件礼服黑色的料子上 盯着黑色亮片和竹子 像一层闪亮的粗黑外壳 包着粉红而丰满的小兔子 像一个硬硬的黑色蛋壳 她的双手 擦了指甲油的手指紧扣在一起 看起来好像靠住了酒杯的高角 她的头发盘起来 梳得很高 又黑又厚 有几率卷发松脱了 垂落下来 可是她不敢伸手上去梳理好 她的肩膀裸露 头发有些散落 高跟鞋使两腿的肌肉拉紧 使她的臀部翘顶 在长长的拉链下面 骨突出来 她嘴上的口红擦得很外眉 什么叫很外眉啊 没有红色 玷污在她不敢举起的酒杯上 就不将杯口红 就不将杯口红了 哎呦妈 她的两眼在长长的睫毛下 显得很大 绿色的眼珠 是她在这间拥挤房里唯一活动的部分 她面带微笑地站在画廊中央 是你唯一会记得的女子 卡山戴拉克纳克 才15岁 过分了 过分了 这时离她失踪不到一个礼拜 去离她失踪 只过去三晚上 克拉克大大现在坐在沙发上 卡山戴拉 卡山戴拉 就她之前坐过的 留下烟灰的那块温热的地方 克拉克大大坐在那里 翻阅着那叠笔记 画廊老板当时在对他们说话 对他们和其他围过来的人 朗德 他的笔记上记着 那个老板的名字叫朗德 画廊老板向他们展示着一个装在三只高脚上的盒子 底下是个三脚架 盒子是黑色的 大小像老式的照相机 就是那种摄像师站在后面 用一大块黑布照起来 以保护上面涂了化学药剂的玻璃片 那种南北战争时代的照相机 拍照的时候还要用火药发出闪光 升起一朵味道呛鼻的灰色蘑菇云 刚走进画廊的时候 那个三脚架上的黑盒子就给人这个印象 盒子涂成了黑色 上了期 画廊老板说 那盒子上了黑期打了蜡 但好多手指印弄成灰乎乎乎的一片 画廊老板对着 嘎山戴纳那件 硬挺 而没肩带的礼服 嵌声微笑 他留着一线胡子 整形削减的 如两条完美的眉毛 下面留着 下面留着过分了 下面 下面留着魔鬼似的山羊胡 让他的下巴看起来很尖 他穿了一套银行家似的蓝西装 戴了一只耳环 太大又太亮 应该不是真的算是 那个盒子的每条接缝上都有复杂的花纹 蓝线和沟槽 使得看起来像个银行保险柜那样中 每条接缝都藏在细密耳厚的漆下 这故事到底要讲什么 看起来像个小棺材 画廊里有个人说 那个人梳着马尾 嚼着口香糖 盒子两边有同质的把手 画廊老板说他们可以握住两边把手 来完成一个循环 如果你想让那盒子正确运作的话 就要握住两边把手 把眼睛凑到前面那个同坐的窥孔里 用左眼往里看 一个接一个 那天晚上总共有两百人看过 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他们握住把手朝里看去 可是 谢谢叶前大人 可是所有的人 你不要一直刷这个故事扯肚子好不好 这故事前几次的故事都很有意思 这本小说里面 夏克巴兰尼克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作者 就你牛逼 对 人家写博基俱乐部 那么牛逼的故事的人都扯肚子 那我读到哪里买买屁 这个人一直在我这刷 我刚念到 刚念到的关键的地方 一个接一个就两百个人都看过 然后他们每个人都去看过 但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可是所有的人都只看到 他们自己的眼睛反映在小玻璃镜 后面的黑暗中 他们听到的只有一个小声音 一个钟 滴答走着 慢的像一个漏水龙头在滴水 在那糊弄了的 在那糊弄了的 黑气盒子里发出小小的替答声 盒子外 盒子外层脏的 让人觉得年华 画廊老板竖起一只手指 他用纸节扣着盒子侧面说 那是个不定时的计时器 可以走一个月一直想个不停 也可能再走一个小时 可是一旦停下来 就是真的往里看的时候了 这里 画廊老板得浪说 然后 拍了下一个小小的铜按钮 小的像门铃 设置在盒子的侧面 握住把手等着 踢他一声 他说 踢他听一声 他说就往里看 一面按下按钮 就这卡申戴纳 卡申戴纳往里看了 一块铜质的小小名牌 那块牌子 用螺丝固定在盒子顶上 如果你踮起脚来 就可以看到上面写着 噩梦之侠 和另一个名字 罗南魏提尔 铜把手因为太多人紧握 而变绿了 龟视孔周围的铜边 也因为那些人的呼吸 而黑了 而黑色的外壳 则因为 它们贴近皮肤的摩擦 而染上了油脂 握紧把手 就能感受到里面的踢他身 那个计时器 稳定的 像心跳般永不停止 朗德说 一旦停了 按下按钮 就会让里面产生一道光 闪亮一次 接下来会看到什么 朗德不知道 这个盒子 是从对接 那个关了门的古董店买来的 放在那家店里有九年了 踢他身始终没停过 盒子原先的主人 古董店老板 总告诉顾客说 那个盒子可能是坏掉了 或者 是跟朗德开玩笑来着 九年来 那个盒子一直在架子上滴答响着 结果淹没在昏沉下 最后有一天 老板的孙子 发现他不想了 那个孙子十九岁 要当律师 这个十来岁的小伙子 胸口都还没长毛 整天都有女孩子到店里来看他 他是个好孩子 领了奖学金 会踢足球 银行里有存款 自己有部汽车 暑假 在古董店打工 清扫灰尘 他发现那个盒子的时候 盒子里没有声音 万事俱备地等着 他握住把手 按下按钮 往里看去 古董店老板 发现他时 灰尘还粘在他的左眼四周 他眨着眼 两眼茫然 坐在地上 他扫成一堆的灰尘和烟蒂当中 那个孩子 从此再没回过大学 他的车子 一直停在路边 最后市政府 找吊车拖走了 从那之后 他每天坐在店外的街上 二十岁的他 整天坐在街边地上 不管天晴下雨 你问他什么 什么叫 他就只大小啊 这原文写的是 不管天晴下雨 你问他什么 他就只大小 自打错了吧 这个孩子现在 原本应该是正在念律师 执行 法律业务的 可是现在 却坐在破烂小旅馆 免费的公家收容所 或者在社会福利机构 哦对对对 大小 完全精神失常 甚至无药可医 朗德 那个画廊老板说 那孩子 整个人疯了 你去看那个孩子 会看到 他整天坐在床上 蟑螂在他的衣服里 在裤脚管和衬衫领口 爬进爬出 他的每根手指甲 跟脚指甲 都长得又长又黄 像铅笔一样 谢谢27厘米下巴 你问他什么 你好不好 你有没有吃东西 他到底看到了什么 那个孩子还是只会笑 蟑螂到处爬 聚集在他的衬衫里 小苍蝇在他的头上 绕着飞来飞去 另外一天早上 古董店老板 来开店门 那个满布灰尘 又踢他小的东西 不一样了 放在一个 从来没放过的地方 而且 踢他身又停止了 那原先一直 响着的声音停了 那个梦指甲 放在那里 等着他去看 那一个早上 老板都没有打开店门 客人来了 用手遮住脸旁边 往窗子里看 想看到在阴影中 有什么东西 为什么 这家店不开门 就像古董老板 可能会去看 盒子里的行星一样 要知道原因 要知道出了什么事 让一个孩子 失去了灵魂 那个已经20岁 原本有着大好前程的孩子 整个早上 古董店老板 都注意着 那个没有滴答的盒子 他没有盯着看 而是在后面 洗刷马桶 他拖出一架梯子 把所有吊灯架上 干了的死仓营 弄干净 他把桶器擦亮 木器上游 弄得浑身大汗 原本江的 鼻挺的白衬衫 既软又皱了 他坐进了所有 他平时讨厌的苦工 附近的街坊邻居 他的长年老顾客 他们来到门前 发现大门锁着 他们也许敲了门 然后又走了 那个盒子 等着 要让他看原因何在 会是他所爱的人 往里看 这个古董店老板 辛苦工作了一辈子 他一个很好的价格 买进很好的货 把货运 把货物 陈列在店里 把灰尘擦掉 大半辈子都守在 这一家店里 已经有好几次 去拍卖遗产的场合 把一些卖出去的灯 和桌子买回来 再卖第二次 第三次 从已故的客人那里 买回来 卖给还活着的客人 他的店铺里 吞吐着 同样的货品 同样的一批椅子 桌子 紫娃娃 床 柜子 各种小摆设 买进来 卖出去 整个早上 古董店老板的视线 不停地回到 噩梦之下上 他做了账 一整天 在按那个 有十个键的计算机 把收支账目算清楚 把一行行 长长的数目 加总 看到那同样的货品 同样的梳妆台 和衣帽架 在纸上进出 他煮了咖啡 又煮了咖啡 他喝咖啡 喝到磨豆器里的 咖啡豆都用完了 他大扫到店里 把所有一切 只剩下他的身影 反映在光滑的木板 和干净的玻璃上 柠檬和杏仁油的香味 他自己的汗味 那个盒子 还在等着 他换上了一件干净的衬衫 梳好了头发 我走 别等了 快看了 你往盒子看一下 也不会死 大不了就变痴呆嘛 快看嘛 求你了 他打电话给他太太 说多年来 他一直把现钞 藏在他们车子行李箱 备胎下的一个白盒子里 古董店老板告诉他 太太 四十年前 他们的女儿出生后 他曾经跟在一个 午餐时间会到店里来的女孩子 有过婚外景 他说他很抱歉 他要他不必等他晚饭 他说他爱他 那个盒子就在电话旁边 没有响声 第二天 警方发现了他 他的账策清楚 店里紧紧有条 那个古董店老板 拿了条橘色的延长线 在浴室上 挂衣服的勾子上 打了个结 就铺在了瓷砖 万一弄脏了 也容易清洗的浴室里 把绳子套在脖子上 然后放松了身体 他整个人摊下来 缩在墙边 几乎是坐在 铺满了瓷砖的地方 窒息而死 在古董店前面的 那个展示台上 那个盒子又抵塌地响着 这段过去 全在克拉克太太 那厚厚一叠的笔器里 之后 那个盒子到了这里 到了朗德的画廊 到了这里 那已经成为一则 穿起了那个噩梦之侠 朗德对那一小群人说 所以大家都在那边等着看 在对间的古董店 现在只是一间 粉刷过的大房间 在前面的竹窗后面 就在这时候 那天晚上 朗德把这个盒子展示 给他们看 卡山泰娜夹紧了两臂 夹紧了两臂 来叮嘱 来叮嘱他的礼服 而就在那一刻 人群中有个人说 声音停了 那滴答的声音 声音停止了 一群人等着 听着那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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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安泰娜说 他把那装了白酒的高脚杯 交给克拉德克 带带拿着 他伸出一只手来握住 这一侧的铜把手 他把钉了珠珠的 小皮包交给朗德 那里有口红 和备用的钱 嗯 我这样做对吗 他说着用另一只手 握住另一边的把手 就是现在 朗德说 我觉得这老板有问题 那个做母亲呢 克拉克太太站在那里 一手拿着一杯满意的酒 有点无助地看着 一切都随时会 泼洒 或大炮 大炮是什么东西 朗德把手握起来 贴在卡申戴拉的后颈上 在他的脊椎上方 那里有一小缕 柔软的卷发传下来 在他一直拉到 臀部下方的长拉链顶端 他使劲下压 他把脖子弯了下去 下巴微氧 嘴唇张了开来 朗德一手压着他的脖子 另一只手抓着 抓着他的小皮棒 对他说 往里看 他这个姿势不是跟 开头剪睫毛的姿势 是一样的吗 神他妈我变了 不让剥了 别别别 我大概脑子有病 我可以 我不剥那东西 可以有三十万人气 我强行在这里剥五万人 剥五万人气的东西 他这个 他这个看这个盒子的姿势 是不是跟他一开始 剪睫毛的姿势是一样的 就眼睛眯着 嘴巴微张 然后 盒子毫无声息 像炸弹爆炸前的那一个 卡珊带他左边的脸动了 眉毛高挑 那边涂了睫毛膏 而显得浓密的睫毛堵动 他绿色眼睛柔软湿润 像是在固体与液体之间的东西 他将眼睛贴在那小玻璃上 望向黑暗的那里 人群围在他们周围 等着 朗德 仍然压着他的后颈 谁家做了我命名的后颈皮 一只擦了支架油的手指 按下按钮 卡珊带他 把脸贴在墨盒子上 说道 告诉我 什么时候按下去 你要看到里面 得让脸贴在盒子上 得把脸微微转向右边 你得略微弯下腰去 向前靠过来 你得 握住两边的把手 才能稳住身子 你身体的重量 必须靠在盒子上 利用两手压住 靠你的脸来稳 卡珊带拉的脸贴在 那有着复杂 编峰和棱角的黑墨盒子上 这个故事在 在 在 摸我的性子 我耐心那么好的人 我读快点 卡珊带拉的脸 贴在那有 好像亲吻了 那个酒盒子一般 她的卷发微斗 两串闪亮的耳环晃动着 她的手指按下了按钮 滴答声又响起 轻微地想在盒子身处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只有卡珊带拉看到 那个不定时的计时器 又开始 再想一个礼拜 一年 一个钟头 她的脸没有移开 紧紧地贴在窥视孔上 最后 她的肩膀垮了下来 她站着了身子 两臂仍然伸着 肩膀无力地垂着 卡珊带拉 眨着眼睛 眨得很快 她往后推了两步 摇了摇头 没有抬眼去看任何人 卡珊带拉四下地 看着地上 看那些人的脚 嘴壁得紧紧的 她硬挺的礼服 前胸向前伸突 由她那位带 bra的双风脱开 她双手伸直 让自己由那个盒子 往后推开 她脱掉了高跟鞋 赤脚站在画廊的地上 她两腿的肌肉消失了 臀部 那两个坚硬如实的半球 也变软了 松脱的头发 如带假面具般 垂敷在脸上 如果你站得够高的话 还能看见她的 怪不得她一直这样夹着 因为她那个衣服 她只有十五岁嘛 她没发育健全 她那个衣服太松了 如果她不夹紧的话 从上面往下看 就都看到了 就这个意思 朗德说怎么样 她轻了下嗓子 又问她 你看到了什么 谢谢大鱼 她仍然谁也不看 睫毛 仍然指着地下 卡山泰娜 抬起一只手来 把头两边的耳环摘下 朗德伸出手去 把那钉着珠珠的小包环给她 可是卡山泰娜 没有接过去 反而把她的耳环 交给了她 克拉克太太说 怎么回事 卡太太说 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吗 他们听着那盒子 滴答作响 两天之后 她剪掉了睫毛 她打开了一个皮箱 放在脚床头 开始把很多东西放进去 鞋子 袜子 内衣 然后又把东西拿出来 又放进去 拿出来 在她失踪之后 那个箱子仍然在那里 半满 或是半空 现在 在克拉克太太之剩下的一大铁笔记 厚厚的资料里写满了笔记 都是关于噩梦之侠 如何运作的资料 说起来 她为什么要剪睫毛啊 你们看懂啊 说起来 那个盒子会将你催眠 或植入一个意念 或一个盖相 一种下意识的灵光一闪 会把某些资讯 射进你的脑子里 深的 取不出来 也解决不了 这个盒子就会这样影响你 使你所知的一切 都是错的 都毫无用处 在盒子里的一些 你无法 不知道的事实 一些你不能不发现的新概念 在他们去画廊之后 过了几天 现在 卡珊泰拉不见了 快结束了 第三天 卡拉克太太进了城 回到画廊里 那个厚厚的咖啡色资料夹 夹在一边手臂下 大门没锁 里面的灯都关着 在由窗外 偷进来的灰色 天光照射下 朗德在店里 坐在地上 一堆剪下的毛发之中 她那座小小的魔鬼 湿的胡子不见了 她那大串手耳环不见了 卡拉克太太问她 你也看了 是吧 画廊老板只是呆坐在那里 整个人摊着 两腿在冰冷的水泥梯上 分得很开 看着自己的双手 卡拉克太太盘腿 坐在她身边问道 我说道 看我的笔记 她说 告诉我 我说的对不对 她说 噩梦之下会起作用 是因为前面斜出来 逼得你用左眼 贴在窥视孔上 那上面装了一片 很小的玻璃鱼 眼镜 玻璃 就鱼镜头 鱼镜 外面包着铜圈 和一般人装在大门上的一样 而盒子前面是斜的 因此你只能用左眼看 这样一来 格拉克太太说 不管你看到什么 你都得由你的右脑去理解 再加上 每次只有一个人能看 让你痛苦的 也只有你一个人能承受 在噩梦之下里发生的事 只有你一个人经历到 没有别人可以分担 没有其他人的容身的空间 再加上 她说 那个鱼眼镜头 会使你看到的东西 变形扭曲 还有她说 那个铜牌上的字眼 噩梦之下 告诉你 她在暗示你 你会吓到 那个名字就造成一种 会让你达到的期待 格拉克太太坐在那里 等着证实她是对的 她坐着 等着朗德眨眼 盒子高聚在三条腿上 迪达想着 朗德一动也不动 我的隐形眼睛 你看 朗德一动也不动 只有胸部起伏 呼吸 在靠近画廊的后边 她在办公桌上 还放着 凯申戴娜的耳环 她那盯了 朱朱的小皮包 不对 朗德说 她微微一笑说道 不是这样 迪达声 响声 在冰冷的寂静中 非常响亮 你只能打电话到医院去 问他们那里 有没有长着 绿眼珠 却没有 眼睫毛的女孩子 你只能打那么几次电话 克拉克太太说 然后 那些人就不再听你说什么 让你在线上空的 让你自动放弃 她放下厚厚一叠纸 她的笔记 抬起眼来说 告诉我 那间古董店 在堆积仍然是空的 那不是真正发生的情形 朗德说 写清丝画白 朗德仍然看着自己的双手 她说 可是 那是你的感觉 有个周末 她得去参加一个 她得去参加一个 以前工作过的公司 同仁野餐 同僚的野餐 那是个她很讨厌的工作 她为了恶作剧 没有带食物 却带了个大篮子 里面装满 受过训练的 里面充满 受过训练的 鸽子 在左右的人看来 那只不过 是一个野餐篮子 放了沙拉 和酒之类的 朗德整个上午 都把那篮子 用一块布罩着 让篮子阴凉 也让那里面的鸽子 不要出声 她为鸽子 吃小块的法国面包 一点一点地 把玉米粥 由柳条兰的洞里挤进去 整个早上 她以前的同事 都喝着葡萄酒或汽水 大胆公司的目标任务 团队组织 等到看起来 她已经浪费了一个 美丽的星期六的早晨 到所有闲聊都结束的时候 朗德说 是该打开篮子的时候了 那些人 那些每天在一起工作的人 自以为彼此都很熟的人 在这一阵白色的混乱中 在这一阵 有野餐中爆发出来的风景中 有人尖叫 有人往后倒在地上 他们伸开两手来挡住脸 吃的东西和酒倒翻 上好的衣服弄脏 大家发现这件事 不会伤到 等一下我看一下 还有多少 还有最后三行啊 诶 那这个噩梦之下的原理是什么 在大家发现这件事情 不会伤到他们之后的那一刻 他们发现一切都很安全的时候 那是他们见过最美好的景象 他们退缩 吃惊得连笑都笑不出 不止三行 在那似乎漫无止境的漫长一刻里 他们忘记了所有重要的事情 只看见那一阵白色的翅膀飞入蓝天 他们望着群鸽飞舞 然后分散开来 而那些鸽子受过多次训练的 各自寻自己的路 飞向他们每次都知道真正的家 所在的地方 那个 老的说 就是在噩梦之下里的情景 那是超越 死后来生的东西 那盒子里的 不是我们称为生命的东西 我们的世界 是一个梦境 无限虚假 一个噩梦 只要看上一眼 老的说 你的生命 你的努力 挣扎和忧虑 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 那个有个蟑螂在身上爬的年轻人 那个古董店的老板 没有睫毛 赤身裸体走掉的卡山带拉 你所有的问题跟爱情 一切都是欢迎 你在盒子里所看见的 老的说 是真正的事 是真正的现实 那两个人 人坐在那里 一起坐在画廊的水泥地上 由窗外照进来的阳光 街上的声音 感觉上 都完全不一样了 那可能是他们 从未到过的地方 就在这时候 盒子里的低大声 停止了 而克拉克太太 怕得不敢看 他设定是不是那个啊 就是盒子里的世界 是真实的世界 而盒子外面的这些人 就围绕着盒子转的 他们这些生活 就这些东西是想象的 就你认为的是想象的 然后他们看了之后 发现这个的 那那个小伙子 那那个小伙子 为什么要让自己 浑身爬满蟑螂啊 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